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今天有一宗傳承熱話不能不說 就是關於何鴻燊博士的先友 享壽九十八歲 其實在何博士這個情況 應該是用享壽或享年 原來都大有學問 只不過現在的華文傳媒基本上沒有考究 有些喜歡用享壽 有些喜歡用享年 其實裡面是有分別的 當一個先人走的時候 如果他有六十歲以上 就應該用享壽 而且那個燈籠應該加三年上去 有哪些情況是應該用享年 就是當一個先人走的時候 未足六十歲 那就應該用享年 亦都不需要積潤加三歲上去 如果有一些先人走的時候 是英年祖誓的 是祖邀的 那當然亦都不需要加三年上去 而且就應該用得年多少稅 那為什麼一個先人走的時候 有些情況要加三年上去 這就是為之虛稅 是中國人的傳統習俗 就有所謂的積潤享壽之說 那為什麼要加三年 是怎樣計算出來的呢 其實大家看看中國的歷法 即是農曆 一般來說 就是逢三年一潤 逢五年兩潤 逢十九年七潤 當一個人走的時候 累積起來的潤月 大概是三年了 一般來說就是以一百年來計算 所以潤月加起來大概是三年 所以就加三歲上去 而何博士這個情況 他就是九十八加三 即是一百零一歲 何博士的先游 某程度上來說 都是屬於一種解脫 因為他已經是長期進入了醫院的時候休養 甚至去到後期的時候 都已經是臥床不起 或者是有些傳媒所說的 是有些神智不清 或者在認人方面都有困難 起碼就沒有了治理能力 生命質素當然就不太好 雖然可以運用著現代的醫療技術 以及花了大筆醫療費用 來可以將生命延長 但到底他的真實感受是怎樣 似乎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好了 賭王就是走了 很多網民憧憬一件事 就是到底會不會出現唐心風暴 會不會出現再增產呢 似乎這個增產 早在2011年的時候 已經齊哀樂定了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當年有不少的電子媒體和紙媒 紛紛把這壇事當成連續的肥造劇報道 甚至乎還食字 就說一班人在爭身家 新用了何鴻新博士的身 後來爭到一個地步 就傳出了中央要插手介入 要平息這件事件 後來在3月上旬的時候 就說國防人去到信德中心的時候 和兩個重量級的代表開會 分別是前律政司司長梁愛思思姑 和前澳門行政長官 兼時任的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口華 一起坐定開會 後來得出了一個完美的解決辦法 當時國防人都是接受這個方案 這個方案都出來了 至今也有九年時間 如果要爭的話 中間已經有九年時間讓他們爭了 我相信 何博士走了 明爭就未必有了 但到底暗鬥會不會出現呢 比如說會不會在一些控股公司當中出現人事變動 例如是某一房人遭到邊緣化 似乎這個機會還大過大幅度爭家產 當然何博士這麼多寶藏 會不會是收到一些當時都未曾知道 或者是傳媒都未曾報道 然後現在才是留待走了才解決 這個就是另作別律 但在目前已知的資料當中 當時似乎已經分好了 根據2011年時的分配安排 到底哪一房人是成為了真正的王者 真正的大型家 似乎是異房人所分配的東西是最多的 首先來說在信德集團 目前市值大概是九十億 是由異房人去掌控的 董事會的行政主席就是何超瓶 他個人在信德持股大概有百分之十二點六 第二間就是澳博 目前市值大概是四百九十億左右 澳博是由哪一個來得利呢 澳博最大的股東就是澳瑜 澳瑜持有澳博五成四的股份 澳瑜又由哪一個來得利呢 在去年初的時候 信德、霍士基金、Lanceford和Inter Dragon簽約 合共持有澳瑜大概五成三的股權 他們就贊成維持澳瑜 作為澳博超過一半股權的擁有人位置 並且在澳瑜主席和董事總經理的任命上 共同進退 即是組成了一個同盟的關係 即是通過澳瑜就是掌控了澳博 就是異房人 第三間就是美高媒中國 就是由何超瓊擔任聯席的董事長 他持股大概有兩成二 第四間就是新豪 就是由異房的何游龍持有 持股超過一半 也是擔任了主席 所以似乎異房分到的東西是最多 這件事也曾哀樂定 經過了九年時間的沉澱 沒理由現在才有人提出反悔吧 也沒可能吧 因為早在九年前的時候 已經由梁愛思和何厚華的見證下派彩作實 又要講講關於澳博 原來他們的市場佔有率 自從2010年開始 連跌了十年 為何會造成這樣的現象呢 大家都知道 當初在2002年的時候 澳門的賭權開放 以前只有一間奧魚 後來現在叫奧博 當時引入一些賭牌 本身只有三間 後來又說可以轉批級 變成一個主牌可以轉批級一個副牌 最後變成三變六 其實當初發牌的時候只有三間 分別是奧博 永利 和銀河娛樂 後來轉批級的時候 在2002年首先由永利轉給金沙中國 去到2005年的時候 就由澳博轉批級一個副牌 是給美高梅的 在2006年的時候 就由永利轉批級一個副牌 給辛豪 最後變成了六強頂立的局面 但澳博的市場佔有率一直下跌 在2010年的時候 當時仍然有一個壟斷時期 而為留下來的優勢 所以澳博當年的佔有率 就有三成一 去到2019年 就只跌到一成四 跌了超過一半 到底終極原因是什麼呢? 有些分析說 因為澳博的股權複雜 而且涉及管理問題等等 實際澳博似乎在擴張賭場方面 比較保守 因為其他五家博企 就已經紛紛在肚子的樹插旗了 而且已經開張營業 當然澳博也不輸蝕 有一間的上蒲驚已經是起好了 但是至今仍然未開業 相信是受到疫情影響 目前是何時開業 聽聞就說會在今年的下半年 但是能不能夠開張得到 都未知之數 因為你也要知道 從目前這樣的客源底下開來 都是暫洩的 大陸何時開放自由行去澳門呢? 目前又沒有時間表 因為大家都知道 大陸的經濟去到這樣的境地 都已經傳出了不少消息 連護照都要收回人家了 到底還會不會像以往那樣 任的人走到澳門賭錢呢? 都是成問題 所以澳博又失去了先機了 因為在過去一段時間 澳博也是集中在澳門半島的發展 疏忽在吞仔那邊的擴張 好了 市佔率當然另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競爭實在太過激烈了 以往你獨市的時候 當然你怎麼做都行 因為只有你一間 但是現在去到六家博企的時候 尤其是美資企業 提供給賭客位實在太多的優惠了 又送房 又儲積分 又這樣那樣 送船票 送車票 都吸收了客員 因為目前幾家博企當中 中場的收入 即所謂大大地 佔了整個賭收是超過一半的 所以賭客的去向就非常之關鍵了 如果有些住在澳門的益友 就肯定知道 澳博的牆 實在環境就不太舒適了 尤其是海記 進去後總是好像一陣味 好像廁所塞納納 總之總是周身不聚財 而且那些所謂會員制度的積分卡 換取的禮品相當不吸引 使得很多客人就離開了 到底何博士的先遊 能否為澳博帶來一些契機 暫時未知 只不過澳博的股價在今天下午收市 已經升了7% 對於股價來說是有刺激作用的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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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